所以這部分稍微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能夠驗證 驗證什麼驗證這個 這裡面 我們規則也不要太難 因為他只能做到 第一個 我第一個 字母一定要是英文的 後面一定要加 九個數字 而且第一個字要大寫 如果是這樣的話 比如說我這邊假設我給他十個數字 按個確定 他應該是會有請輸入正確格 正確格式 那如果今天輸入第一個字母F 然後我給他 這個這個應該是 這個九個九個數字都按確定 然後面的話就不會出現 這個是最基本的驗證 就是說他長度一定要是 第一個字母是英文 後面九個是數字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那第一個你要把這邊再增加一個 上面字號 然後底下的話 加上一個那個test box 那test box呢後面加上一個 我們的驗證控制項 那裡面的話驗證哪一些 特別注意 第一個我想 這個跟前面都一樣 就是 我要驗證的指向他 再來的話呢 底下比較重要在這裡 就這個規則 這個規則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比如說我第一個字一定要是 第一個字嘛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字的意思 就是說 A 範圍給他 所以中刮虎請你這邊 打A到Z 而且是大寫的 後面要幾個字呢 一個字 所以你就大刮虎E 再來 後面要加上 九個數字的話 就是斜線D 也就是後面都加九 這個格式嘛 再加上九個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 不過呢 這個地方 也只能驗證 他的格式是否正確 但是呢 他規則是否正確 在這裡的話呢 基本上沒有辦法做到 基本上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試試看再增加一個身份字號的驗證 還有呢 試著了解一下 這邊有現有的 這個郵地區 我覺得他這地方 實在做不是很實用 既然是有多國於戲版 他應該要針對 不一樣的國別 去 給不一樣的這種規則 不過我印象中這個規則 網路上是有找得到 就是說已經有人幫忙 把這些規則都整理出來 你以後只要把Copy貼上 你就可以 產生你要的那個規則 那這樣的至少 你現在在撰寫程式會輕鬆很多 否則的話 還是你要用JavaScript 來撰寫才有辦法 不然的話你沒辦法做 做驗證 OK吧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好久不見了 其實我們要拿來 我們要 Sharingile 市總真得 我們可以A